Hello,我昨天上網看到Queen Victoria Market 在這兩天的週末,又會叫東北到寶夜 所以我打算今天要去看看,順便賣東吃 然後我現在在家估計一個家庭錄開展 因為我和Breadmix一起住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在家錄很奇怪 所以我就在市場中間,然後停下來錄一個開展 然後這個花園是我平時在家去Queen Victoria Market 都會經過的家庭 所以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澳洲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市區路的空間很大的花園 平時沒有東西可以在這裡曬太陽 看看書籍,超棒的 那我們就去天吧! 好可怕! 現在走的這個就是我平時去市場 都會經過的Fresh Staff Garden 因為它現在是轉季的關係 所以整個公園的樹都是金黃色很漂亮 所以我忍不住就拍了很多景色 可以說一下,其實Queen Victoria Market 他們經常都有一些不同主題的活動 好像他們在6月和8月,逢星期三的晚上 都會有一個叫做Winter Night Market 其實它之前夏天都會有一個叫做Summer Night Market 因為我剛剛來到澳洲正直夏天 所以我也有去過這個市場 我個人是十分之喜歡 他們會有一些不同的當餐 去買各國的美食 還有都會有些表演 大家可以看看 那樣的氣氛超級好 好,那我們就繼續逛逛這個花園 其實過一條馬路 就會已經到了Queen Victoria Market 這個就是Donut Batapool的場地 可以看到很大顆的充氣動物 然後兩邊就是不同的當餐 現在就是Queen Victoria Market 很有名的Donut 平時它是放在室外那邊 今天都搬到室內這個地方 而當日也超級多人排隊 超誇張 那我就沒事了 因為當日也有很多Donut選擇 我剛剛繞了一圈 然後我發現真的搞不到吃什麼 所以我決定去買了我 在Queen Victoria Market 最喜歡的那一間咖啡 然後我再看看吃什麼 然後我現在就去買咖啡 希望它有開啡 今天 Go 戶 gusto 他們 wedding girl 好 我是好 謝謝 ift 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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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買完啡就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主場,看看吃什麼冬粒 我最後選了這間,因為很多人排隊 而且它的冬粒就不是平常見開一塊的冬粒 它是一顆粒好像章魚燒那種,所以我就好奇心驅視就排隊了 我買了超級久,都買了這個,不知道好不好吃 很多人排隊,叫了Maple Butter 試試看,它好像小丸子一樣 我吃完都不能夠平,它好吃還是不好吃 它跟平常吃的冬粒就不是彈牙的質感 它是偏軟的,再加一些Hazel Nut的碎碎 我覺得都不過不失這樣 完成當日的主要任務買冬粒吃之後 都在Queen Victoria Market走過一圈 其實Malbin有兩個市場,我都很喜歡 這就是其中一個,而現在走的地方 就是去最邊邊,一個室外的地方 都是買一些索封尼亞 其實Queen Victoria Market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夜買 好像我現在準備要走的,就是凍肉和海鮮的地方 因為我當日不想認識太多人頭人養關係 所以角度是十分之樸索迷利 那就將就一下 之後呢,如果說起吃海鮮的話 我自己會比較推薦去另一個市場 就是South Melbourne Market 如果平時想吃蠔或是Sashimi的話 我都會和朋友去South Melbourne Market 就多過在Queen Victoria Market 我們經過這裡的某一個門口 就會到另一個地方 就是買光火類的 由於時間關係 我已經默默地走到光火區的地方 我自己第一次來這區的時候 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檔 是一些很Vintage 和歐洲的風格 我個人就覺得很漂亮 很喜歡 在這區,它多數都是買一些芝士 或者不同國家的一些光火類 製類的產品 都有些Bakery和熟食 也可以在這區發掘一下 有些有沒有自己的心頭號 還有這裡有一間咖啡店 我看到好像是出名的 就叫做Market Name 其實也不能發出這個音 L-A-N-E 超冷發 然後我又去喝我 在康蘭惠一間小的咖啡店 都OK 我覺得始終Malbin好喝的咖啡 其實都真的很多 大家也可以開個Google Map 去找一些高評價的咖啡店 去試一下 都開心的 走完這個光波區之後 就到這個梳果的Session 其實它有點像香港的街市 可能相對來說比較乾淨 而且沒有那麼濕粒粒的 我記得那時候 剛剛在澳洲 我很喜歡週末的時候 過來買菜 因為我很喜歡走路 但是一住了一點之後 就已經沒有這個行程 因為我覺得澳洲的超市 他們買的產品 其實質素都不錯 好像我最喜歡吃的牛油果 那些其實價錢 都不是差很遠之餘 他們超市的質素都是OK的 所以就沒有再特地過來這邊去買菜 另外呢 也有一個地方 就好像香港女人街 那樣 就是專門買一些 souvenir 什麼類型都有 然後這隻狗很搞笑 所以我一定要放在影片那裡 哈哈 走出一點就會在室外的地方 這裡會有一些咖啡店 還有一些店舖賣 souvenir 我覺得它整個感覺好像泰國夜市 也挺漂亮 好了 那這條影片 Queen Victoria Market的行程 就差不多到此了 下午我就去了圖書館那裡自收 那因為我圖書館都很漂亮的關係 所以我都拍了一些 footage 所以放在這條影片那裡 那如果有了別人看到 就Enjoy 如果你看完影片 覺得有用 或者喜歡 不妨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害羞 可以偷偷給我一個like 都OK的 好啦 那剩下的部分就Enjoy 下一條影片再見 如果有的話 拜拜 給你放下 這次和音樂 都紅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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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春棍 有非常合理的 可以走了 到分裂 我們不要再拍那個 感谢观看